中观心 看幻生果报 因为你们的心感觉自己知道的多了 这个事情你不要跟我讲 我都懂的 那么你一定会错 因为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你的心就会造业 心造业越重 你就会产生分别心 对所有的人都不满意 慢慢的 你就会心理不平衡 听得懂吗 心理不平衡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他有 为什么我没有 为什么他能这样 为什么我不能这样 那你们去打架好了 师父跟你们讲 心理绝对不能不平衡 一个人的心态不平衡 心态不好 觉得别人不应该这样 他应该这样 这个人已经是走偏了 已经是身上有邪思 邪念了 师父要你们减点自己 想一想 你们有没有嫉妒过别人 你们有没有到现在 心里还不平衡 如果有的话 你们一定是病魔缠身 师父教了你们最好的方法 念经 让你们自己想办法 消除孽障 还要师父来给你们抓吗 很简单的道理 就像一个蚊子 钉在自己的脸上 你要人家来帮你抓吗 蚊子钉在你的脸上 你自己会有感觉的 你的脸会痒啊 你把它赶走好了 等到你要叫别人帮你抓的时候 他已经把你咬了一个疙瘩 修行人做事情 要守住自己的戒律心 师父上次跟你们讲过 不要勉强别人 不勉强别人 你就不造恶因 要用平常心 去看待世界上的一切万物 就是说 什么事情看了都是对的 什么事情看了 都觉得是很自然的 今天老公欺负我了 很正常 我欠他的 今天在单位里不开心了 很正常 这个就是 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我做人没有做好 今天孩子对自己不好了 我没有把孩子教育好 这是我的责任 很正常 把发生在你身上的 一切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你都看成是很正常的 你就拥有了平常心 有什么好怕的 很多人身上 突然长个疙瘩出来 用平常心来看 每个人都会长的 如果你没有平常心的话 你就会想 我怎么会长疙瘩出来呢 会不会生癌症了 是不是 有人来下杠头了 有人搞我了 如果你没有平常心 接下来 你更麻烦 听得懂吗 老公跟你闹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跟他好 如果实在不行 那就随缘吧 真的一个人 也就一个人了 想一想 生活中 有多少单身母亲 无所谓的 这是自己的冤疾啊 自己没有这个福分 随缘吧 这样一想 心里平衡了 有平常心了 掉头发了 很正常 想想自己 比那些更早掉头发的人 要好多了 就这么想 今天自己碰到什么事情 很痛苦 想想 我比那些 关在监狱里的人 要好多了 我跟老公吵架 至少 我还有一个老公 我跟孩子闹 至少 我觉得自己 还有这么一个孩子 很多人 还生不出来呢 但是 反过来讲 生不出孩子的人 更开心 他就想 有孩子的人 都是有债主子的 不是欠债 就是还债的 我没有孩子 说明 我上辈子很干净 我没有欠谁的 也没有谁欠我的 所以 我就是平常心 我这辈子 就是无牵无挂 我很潇洒 你这样一想 你还会觉得难过吗 用平常心 对待世界上 一切发生的事情 觉得 都是正常的 你的心就正常了 如果你觉得 这个事情不对 这个我想不通 那个事情不正常 你的心 就不平常了 我们心中 对人间的事物 都要中管 中管 就是在当中看 不要看片 这个人这么讨厌 不过 他也有好的地方 比方说 有时 跟老公吵架的时候 想想 恨得不得了 但是 突然之间 为他想想 他为这个家 也吃了不少苦 你的气 不就消了很多吗 这不就是 中关吗 对朋友 也是这样的 这个人经常欺负我 想想 这个人也帮了我不少 你想他好的地方 你就会对他很好 他在骗你钱的时候 你在想 他也为你付出很多 他曾经也帮了你 这些问题 你也应该中管 你就不会恨他了 骗钱 是他不对 但是 我也不恨他 中管 就是这种概念 心中 要不着空 着 就是踩着 不着空的意思 就是不踩空 这个空 是人间之空 也就是说 我的心中 永远是踏踏实实的 心里有底 我不会做错事情的 不着有 我也不觉得 这个事情会有 我也不觉得 这个事情是空的 所以 佛法实际上 是最辩证之法 是哲学之法 他讲的 全部都是 一分为二 是唯物主义观 看一个事情 要看他的两面 把这个人看好了 也要看到他的缺点 把这个人看得不好了 也要看到他的优点 这叫中管 这叫 不着空 不着有 心胸坦荡 看人间的事物 你用中管看 你就会产生智慧 一个心胸坦荡的人 看人间的什么事情 都会有智慧 我对别人没有要求 我没有想害别人 你想想看 这个人跟别人交朋友 有没有智慧 人家就会对你好 对不对 如果你以为 自己很聪明 我要跟你交朋友 我一定要用你什么 我要想在你身上 赚一点什么 那你很快的 就没有智慧了 执掌愚痴 别人都是很聪明的 他就知道 你有目的 来来 我请你喝茶 他马上就紧张了 你有什么事情 你说好了 没关系的 我们喝茶的时候 再谈吧 你还是先跟我说吧 是不是这样啊 我们先交个朋友啊 没关系的 你有什么事情 你先说吧 谁会相信你啊 你是有目的的 你有本事 就用智慧 任何事情 没有目的 心胸坦荡 我不对别人 有任何的需求 我就心胸坦荡了 这样 你看人间事物 就会有智慧 学佛人 在碰到因果报应的时候 用幻身 来承受果报 幻身是什么 幻觉 幻身 就是你们的肉身 不是真正的心灵 比方说 今天你骂别人了 人家骂你了 你必须要用你的身体 来承受这个果报 当你在被他骂的时候 你的内心深处很清楚 没有生气 因为骂的 只是我的身体 没有用我的心灵 因为我心里明白 这是我自身的承受 因为这是果报 因为我中了因 这个果报 我必须要用身体来承受 但是 我心里不承受这个东西 因为我知道 我以后永远不会中阴了 所以以后 我不会有这个苦了 这个时候 当别人骂你 你只是肉身 有些承受 而心灵 还是非常干净的 因为你已经跳出了 你的肉身的境界 明白吗 所以很多人 在用身体玩乐的时候 他很开心 因为他的灵魂 进入他的肉体了 所以 他会觉得很开心 同样 有人肉身 在吃喝玩乐时 精神 还是痛苦的 这是师父 举例子 给你们听 同样是 做一件事情 为什么有些人 觉得很痛苦呢 因为他的肉身 和他的灵魂 分开了 师父举例子 你们都听得懂吧 很多农村里的孩子 被迫做一些 不应该做的事情 他想到 我要赚钱 我要回去过年 我要养妈妈 他的心很痛 你说 他的肉身 会觉得幸福吗 这就是 师父要告诉你们的 一个人的灵魂 和他的身体 那是两个人 只有把这两个人 合二为一的时候 你才是一个完人 只有肉体 没有灵魂的人 那是一个废人 当因果报应来的时候 你们用你们的身体 去承受果报 比方说 你打人家了 你被人家打的时候 你痛了 你心中不要去想 你们现在的小青年 谈恋爱的时候 动不动会打人的 想到这个时候 就是因为我打了他 现在他打我了 这个时候 你的心里要承受 然后想 我以后再也不打他了 所以 他以后再也不会打我了 这个时候 你的魂魄 实际上 就离开了 你的幻身 来承受这个果报 灵魂不痛苦了 肉体痛苦 一点点感觉 一会儿就没有了 再举个例子 牙痛的时候 你突然之间 看春节晚会的小品 你会笑的 连痛都忘记了 等你笑完之后 你的牙 又开始痛了 因为这个时候 你的灵魂 已经离开了 你幻报的肉身 懂佛理 清静心灵 师父跟你们讲的 都是佛理 你们懂得佛理之后 心灵 会越来越清静 要让这个果报 报到自己的幻身 不要报到自己的灵魂 就是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的心里会很生气 灵魂用在自己的身体上 实际上 你的灵魂就受伤了 你要自己心里很明白 今天他骂我 就是因为 我过去骂过他 这是报应啊 我以后 再也不能骂人了 我上次 给老板穿了一次小鞋 他一定会报复我的 你挑拨离间的时候 对方还以为 你跟他很好 总有一天 人家告诉对方了 对方不理睬你的时候 你不要难过 不要伤心 这都是你自己的果报 到了你的幻身里 你不过去骂我 也不能过来 你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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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